在昨天2月29号正式宣布结婚的大谷祥平 当然今天不管是新闻台也好体育台也好 大谷仍然是追逐的一个焦点 在今天的一个春训比赛 大谷祥平正式对他的一个结婚的对象 对外公开说明了 在亚利桑那春训基地这场记者会 可以说是非常多人的关注 在今天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大谷祥平对于他的新婚对象 有怎么样的一个解释 主持人的关注 我自己也就是 我看了你全都是最優秀的 当然是最優秀的 我看了一些文件 文件也有很多文件 我可以设定了 所以我想要再早在文件中 但我想很久了 今天就会有什麼關係 大谷祥平虽然讲得很笼统 但是今天已经有媒体挖出来了 推测大谷祥平的新婚对象 很有可能是目前27岁 在去年突然无预警宣布退休的 这名女篮球员田中真美子 这名27岁的前日本女篮球员 身高有180公分 从推特上公布的照片看来 哇 的确是美女一美哦 如果真的是这位田中真美子的话 真的是要恭喜大谷祥平了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其他日本球员在大联盟春迅的一个表现 首先来看到这是前火腿队的王牌投手 上哲直之 在去年球季结束之后 他是以小联盟的合约 加盟了坦旁温光芒队 不过如果他今年能够升上大联盟的话 他的薪水将可以来到350万美金 在今天也是上哲 在春迅热射赛的首都亮相 我们但也来看到这场光芒队勇士的比赛 上哲直至是在第三局登板 那个时候光芒队已经是0比4落后了 一开始上哲就被Ozuna敲出了一支安打 接下来虽然解决了Dano 但是连续被Fletcher以及Evans 连续两支2点安打 上哲连续丢掉了两分 好不容易抓到了两出局 接下来又被Waddell敲出了一分打点的安打 在这个时候光芒队的教练团也不得不喊出了暂停 因为光芒现在是0比7的落后了 暂停过后回来 面对下一棒的Farer's Wall 上哲直至这一颗偏高的直球 结果被一棒打成了在左半边 反方向的三分拳雷打 上哲直至在春迅的处女秀 今天总共投了两局 被打了8支安打 包括两支拳雷打 丢掉了7分 全部是他的自责分 在比赛结束之后 上哲直至自己也讲 他对于大联盟的一个投球时钟的时间限制 还有装在投手帽子里的PitchCon 跟捕手沟通的PitchCon 可能在适应上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了看完了上哲直至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其他亚洲选手 在大联盟春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南韩KBO 南韩直棒的高佑席 25岁的高佑席 过去曾经是南韩LG双子队的终结者 在2022年 他是南韩直棒KBO的一个救援王 他这一次是加盟了圣地牙哥教师队 教师队在今天的春迅热身赛 面对的对手是奥克兰运动家队 高佑席是在第八局上场 一开始就是连续三球 让对手挥棒落空 三球三阵掉了打者 Soldestrong 高佑席今天总共是面对了四个人次 被打了一只安打 投出了两次的三阵 虽然他自己说很紧张 但是这个投球内容表现 让教师球团还是满满意的 继续带来看到 这是以六年一亿一千三百万 美金这样的一个大合约 加盟旧金山巨人队的李正厚 风志孙李正厚 在今天面对小伟蛇 是在热身赛的第二次登板了 来看到在画面上 面对小伟蛇的先发投手Renee Nelson 第二个打席 李正厚大棒一挥 挥成了在右外野方向 超过四百英尺的大号阳春全力打 今天面对Renee Nelson 两个打席两只安打 而且都是长打 李正厚目前在春训热身赛 两场出赛 是高达五成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率 只不过这场比赛 就金山巨人队最终是一比二 输给了李三大翔卫生